你知道 為什麼以前養的豬尾巴這麼長 現在的豬尾巴這麼短嗎 牠還沒長大 其實牠比你還大 據說牠小的時候 尾巴就被人家剪掉 這樣容易養大 而且 牠沒養大 infer minute 好啦 不說 直接開始做吧 豬尾先來把它扛小 我今天用豬尾來做個豬尾綁栗包 煮熟的綁栗去皮 綁栗煮一下特別容易去皮 其实我挺喜欢吃榜丽的 我大女儿遇上到我喜欢吃香的 猪尾焯水后,把它洗干净 处理好的猪尾,加点酱油,老抽 搅拌,搅拌,搅拌 起锅烧油,猪尾下锅爆香 把油脂爆出来,倒出备用 重新起锅烧油,姜片 菜煲,炒上的萝卜缸 茶医汤汤,猪酒,加水 来点蚝油,鱼露 萝卜缸是咸的,鱼露不要太多 胡椒粉 烤烤烤,盖上盖子 转中火先焖20分钟 再来把榜丽放下去煮15分钟 时间到,开大火收汁 移到砂锅 几个蒜片顶缀一下 搞定,上菜 猪尾榜丽包 我吃榜丽,你吃猪尾 我现在有硬硬 我该得菜比较 你还无味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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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菜非常香,大家可以试一下 好 好 好